3 2 疫情檢查 走进这间金瓶公仔店 会发现整个空间充满了未来感 店内还特别设置了品牌原创潮流的大型展示空间 从大笔小新到迪士尼公主 玩具总凳员 汤姆熊与杰利鼠等等应有尽有 绝对是打卡拍照的景点 它就是一个童年的成人 它回到童年的一个时光机 所以它把52Toy这个品牌所定义成的 就是说我爱玩具 那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 一年有52周 52周都在玩玩具的这个概念 所以52Toy的意思是这样 那当然从早期的一些自己的原创的一些IP 跟甚至后来的这些很有趣的这些小东西 还有这个蜡笔小新 这些都是后面带给大家很欢乐的一些小产品 像我刚刚提到的市场差异点 其实就是在玩具的一个精品化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玩具店 它都是用专柜的方式在进行 可是我们都是用品牌的方式 然后这样这个玩具能够更有效的去呈现它的一些活力 跟甚至它的一些特色 坐落在桃园艺文特区内桃之道商场里 除了有丰富的美食外 还有超好逛的全台最大扭蛋店 文创小物 未来有望发展为桃园媲美东京色谷的打卡胜地 在桃园这边开店最主要问题 其实应该最主要原因是应该是说 我们在桃园这边有看到它在一些年轻族群上面的一些活力 还有说它在一些在客群上面的 跟所有消费市场上面的百货商场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瞄准的是这边的一个年轻族群 还有它的消费力 店内不只有品牌的原创角色 从扭蛋到公仔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潮玩迷 在这里绝对能找到喜欢的品项 记者林远松采访报道